张成人,请 倚天屠龙记又一名场面来了 赵敏冒充名教教主张无忌 带着一帮打手来到武当 试图用高官厚禄 诱骗张三丰归降元朝 做蒙古人的走狗 可修到近百年的张三丰 又岂肯为区区几两岁银而折腰 赵敏早就料到这一结果 所以事先让人冒充少林空相 偷袭张三丰使其重伤 此刻劝降遭拒 赵敏便有了动手的勇气和理由 他深知张三丰虽然身受重伤 仍然是深不可测的存在 于是一上来就派出应手 张真人 你就先跟我家的阿三比比拳脚吧 张真人,请 好雄厚的内力啊 连老夫都自叹 这丫头手底下怎么那么多奇人异事啊 张三丰知道来者不善 就想亲自上前应战 不料却被身后一个满脸沉垢的小道童教主 声称这是您未来孙喜给我送来的魔刀石 请太师傅稍事休息 让小的去对付他就是 张三丰一时看不清道童的面貌 还以为是惯理的杂工 对他说刚才人家显露的足灯青砖功夫 乃是佛门最上乘的武功金刚浮摩神通 可见眼前之人 乃是高手中的高手 小孩子家强出头会没命的 哪知道童听了更加来劲 当即纵身上前 跟阿三打在了一起 师傅 他怎么会抬击拳 这名小童不是你的弟子吗 我没见过他呀 不得不说 张无忌真是扮猪吃老虎的猛手 刚交手没几招 就让张三丰另眼相看 张三丰两眼放光 从无忌身上看到了振兴武当的希望 于是一边观战 一边指点太极的惊傲 张无忌身具九阳神功 和乾坤大魔以两大爵士神功 献炒献脉使出太极拳中的年字法 虽所学还不到两个时辰 却已经打得有模有样 仿佛练了数十年一般 他用一招揽雀尾 跟阿三周旋 虚实相见 同时运七几自绝 年连年随 缠住对方的招式 阿三被张无忌这么一击 顿绝自己狂风暴雨般的拳头 由四打入了汪洋大海 无声无息 张无忌有意显示武当本门武功 所以没有名叫绝技 可是九战不胜 又觉得面上无光 于是拆解数十招过后 使出乾坤大魔以 瞬间便将阿三制服 张无忌见阿三宁死不屈 决定不再留情 双掌一推 将他击飞 阿尔眼见兄弟被暴打致残 立刻飞升而起 双掌贯足内力击向张无忌 无忌也伸出双掌 跟他来个硬碰硬 结果片刻过后 阿尔就被无忌强大的九阳神功内裂 正飞三掌开外 重重摔倒在地上 赵敏 见他如此伸手 又念念不忘黑玉段序高 终于识破了卢山真面目 想不到堂堂的名教大教主这么没出息啊 再让武当假扮起道徒来 张无忌见装不下去了 只好摊牌 转身向张三丰失礼 秉明身份 张三丰得知无忌大难不死 还学得如此本领 喜出望外 看到张英二人高兴的样子 一旁的赵敏眼脸都皱成了苦瓜 可是当张无忌走上前去 客客气气索要黑玉段序高时 他又洗上眉梢 你要黑玉段序高那也不难 只要你答应我三件事 我便双手奉上 哪三件事 赵敏说还没想好 等哪天想起来了 再告诉他 张无忌救人心切 当即表示只要不是让他做牛做马 并且不违背侠义之道 就绝不推辞 双方一拍即合 化干戈为玉博 可就在这时 小赵跑了进来 赵敏看到他头发上的朱钗 神情骤变 阿大 在 这把姓张那小子的两头胳膊给我砍下来 是 阿大号称八臂神剑 是以天江湖中的剑道高手 此时再加上以天剑的加持 直打的张无忌连练躲闪 不敢接招 一旁观战的微笑直骂赵敏卑鄙 用无坚不摧的一天剑 对付手无寸铁的教主 我就是卑鄙 怎么样 谁叫他把我送给他的东西 转送给别的女孩 原来那只朱钗 是赵敏花了九块九的高价 特意买来送给张无忌做定情礼物的 不料无忌这个直男 却把他转送给了小赵 赵敏粗意大发 这才要砍他的胳膊 张三丰眼见未来的孙媳妇这么强势 无忌经常要跪搓一板 于是便将太极剑传授给他 太极剑乃是张三丰自创的一套剑法 与江湖上所有剑法全然不同 讲究的是已无招胜有招 看似漫不经心 柔弱无力 其实奥妙无穷 变化莫测 一般人看都看不懂 更遑论偷学了 正是因为如此 张三丰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 传授此等绝技 而张无忌天资聪明 他不计招式 只计其中绵绵不绝的剑影 待张三丰将整套剑法演练完毕 张无忌便与阿大开始了较量 阿大剑招灵力很辣 以其身后内力 出极精妙招数 寒光闪闪 剑气激荡 而无忌则始终是以弧形出剑 搭在对方的剑挤上 然后又以弧形收回 他纯粹一遇剑 绵绵不绝 拆到两百余招后 阿大就开始感到自己手中的宝剑越来越沉 而对方由四撒下了一张大王 正在逐渐向中心收紧 阿大后被直冒冷汗 他连更换六七种剑术 也未能点到半点天 最后一步流神 手臂上就被无忌削了一道口 赵米连败三阵 只好气呼呼地转身离开 张无忌冲上前去 试图强行让他留下黑欲断续高 结果被玄冥二老双掌击中 重重摔倒在地 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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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怕 站住 站住 站住